大家看到,這把本身不是屬於刀,這屬於劍 就是一個這樣的物體,劍 為何我們剛才說劍不是這麼好用呢?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劍不好的東西是金屬 以前是青檳氣,是脆的 你一定要靠很厚,很重,直線向前 所以,如果你這樣撐,砍的時候,對方招架的時候 劍就會崩,甚至斷 所以就促限了劍術的發揮 因為是金屬的問題 到慢慢來,刀是怎樣的呢? 刀其實在漢代最初的刀 跟這個劍也是一樣的,都是一個長度的物體 只不過它不是兩邊鋒利 它是一邊鋒利,另一邊呢,是厚的 那麼手臂呢,現在這些是單手用的 當時呢,都是長手用 是方便兩個手一起發揮 那分別在哪裏呢? 因為,如果你把那個物體,現在是成一個零 這樣,刀只是一個三角,厚的,鋒利的 那上面重,下面輕 那個力量就方便呢,由上而下,這樣斬下去 還有,你把對方的兵器連接 大家在對抗的時候呢 因為這些要有人說的話呢,你會崩,甚至會斷 但是當這邊的風口是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跟對方去碰擊 好了,一個碰擊,那你從哪裏呢?就好做的 還有,那個碰擊,重量呢,是由上而下的 那麼,所以當時呢,我們看前最早的點呢 就叫做,我最早的東武士雅馬 叫做橫手刀 那橫手刀是什麼呢? 其實呢,到今時今日呢,我們兩種這些刀 都很多還在用這個風格 橫手刀呢,就是後面呢,有一個橫 那類似哪些呢? 其實橫手刀呢,就是類似一個這樣的物體 那個柄呢,略為少少少,因為有一個橫 而劍身呢,這個也是略大多少彎 那最早的劍呢,其實是直身的 那這個是後期呢,因為呢,那個力量的問題呢 是略大多少彎呢,才會好,被你去批刀 去劈殺 如果直的話呢,相對的力量呢,是不會那麼好 這個就是牽涉到當時的刀術的技術,慢慢發展 那現在我們在大國中裏面呢,也會解釋 為何這個刀彎呢,是會不會直的更加好 那這個呢,現在到我們今時今日呢 我們當時呢,很多人都還有一個橫 會不會是因為當初,老祖宗定羅時 所謂的橫手刀 到今時今日呢,依然有一個橫 都很大呢,在這個情況 那上面呢,繼續呢,我們介紹些什麼呢? 是 Career 感谢观看